視窗環境 大家比較容易出錯的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邊有一個所謂的自動影 在上方這邊有個箭頭 箭頭你把它點下去之後 這個箭頭點下去之後 它會出現所謂的什麼呢 幾個特別注意 因為經常有同學這樣的 視窗環境可能動來動去之後 就找不到家 要不然就是亂七八糟的 所以呢 第一個如果說你不小心做到一個浮動 那浮動之後它就浮上來了 它也可以浮在上面 這邊也是一樣可以浮動 浮在上面 那這邊也可以浮動 可是最後呢 如果你今天希望怎麼樣呢 把它放回原來的位置的話 那有一些同學就放不回去了 找不到他自己的家 那這裡特別注意 假如說你要還原成 我們的設計環境該怎麼做 這裡的話我特別強調 這邊很多同學都是因為做到最後 環境都亂掉 也不知道怎麼辦 最後只好做一件事情 重灌 為了把環境恢復要重灌 實在是有點浪費時間啦 教各位就是說 如果你的環境不小心亂掉 因為上學期我們很多同學 那環境都亂亂的這樣 教你們一個方式 如果你要回到原來的設定 第一個你要記得按右鍵 一定要把它改成可停住 不要用浮動的 因為浮動它會飄在上面就亂飄 當然它有助說你將來熟悉自己可以在浮動 但是剛開始的話記得把它還原成可停住 那接下來可停住 像這邊按右鍵喔 記得在上方按右鍵可停住有沒有 停住你要停在哪裡喔 它這個地方呢有一個 就是你點住上方不要放嘛 點住的時候不要放 特別注意喔 它就會出現箭頭 這個箭頭就是說你要放在哪個位置 你就按住不要放了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工具列放在這裡有沒有 你會發現你可以把箭頭移到哪裡呢 移到這個箭頭的位置放開 它就會放在哪裡呢 你指向的這個位置放開就好了 再來呢工具這個叫方案總管有沒有 先右鍵可停住 可停住之後呢接下來喔 按住上方不要動有沒有 那你要放哪裡呢 放在這邊這個地方有沒有 放開它就放這裡了 那屬性也是一樣按右鍵可停住 記得喔先可停住喔 那屬性比較刁鑽一點 有些同學我放回去了 放在這裡好了放開 結果變怎麼樣呢 方案總管怎麼樣呢不見了 不是不見啦會被排擠到比較右邊 那你想說那我要再回來怎麼辦呢 其實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今天希望把屬性放在哪裡呢 放在右下角有沒有 右下對不對 你特別注意喔 你第一個要先點右 右邊有沒有 再點下 右下有沒有下是這個 這樣才正確 右下角放開 它就在右下角了 這個方式比較特殊 而且工具設定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喔 你可以先把這個地方先把它改成浮動的 自己再把它改回原來的介面好了 因為很多同學都是這個地方不太清楚 那再按右鍵把它改成可停住 可停住之後呢再把它搬回去 搬回去的方式放在這裡 好 那這個屬性 這個方案總管放在這邊放開 屬性比較麻煩是右下放開這樣就可以 這個是設定的部分 那資料來源你可以暫時先把它關閉 沒有關係 或者把它隱藏 因為資料來源是跟資料庫有關 後面才會用到 所以讓它隱藏起來 要用的時候再把它展開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了解一下那個視窗環境的一些設定 好